今天星期我們這位嘉賓要介紹他的話 我還是跟他網上的字我介紹來說 好啊 都挺長的 首先是非典型的九十號 窮人所以旅遊 接著拖著爸媽下水做backpacker沙發客 去過的地方數不完 至約到上班都當旅行 括弧我指人生 然後又有周身都沒有把你無聊當有聊 追蹤他的話就會被迫看有聊旅遊video 這位朋友叫Phoebe Hello 大家好 究竟我們剛剛講你的自我介紹是怎樣的一件事 因為我做的事比較特別 很多人可能去旅行都是享受 去掃貨購買東西 但我不是 我是去認識新朋友 去住人家 等一些當地人帶我玩 哦 你是何時開始這種旅遊模式 年多之前 其實我跟了一個團體去試 最初很害怕 我第一次去外國 在東歐 那些地方 你覺得歐洲好像有點危險 是 有沒有穿十件底衣 沒有 不用 我只穿一件背心 都放心 但那個團體是做什麼 就是教人做 教你怎樣 沙發客 對 還有去賣藝 但認識了這個模式之後 就發現其實可以試一下不同的旅遊模式 不一定是住酒店 或者住民宿 而是可以去等當地人帶你玩 哦 賣藝 那你那時候也有賣藝 賣藝 我也有 我們有些團體賣藝 就一起跳舞唱歌 我自己就去寫一下輝春 騙一下飯吃 寫輝春 是受歡迎的 你本身有沒有學過書法 我其實不用怎麼學 你去到那邊 人家都不知道 他不懂得分你的字 是否漂亮 也不是的 真的叫騙飯吃 對 你寫中文字他又看不明白 除非你寫英文 用無筆字寫英文 我特意穿到一個中國娃娃 就是紅色金色的配搭 好想 你那個人很有機心 但我想問 剛才我提到一個叫沙發衝浪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聽過 但我們的感覺就是 去訓人家梳化 但其實沙發衝浪 旅行的模式 是否就是我們所認知 不是那麼簡單 而是 通常我比較幸運 或者檢查得很嚴謹 我會看看屋主的家裡有什麼 那些人會給他一些留言 是好評還是有負評 通常他們都會分享 他們的家裡有什麼 拍照 你會看到他們的家裡 環境不錯 你會嘗試主動問他 但我的經驗都比較好 他們會有些大的床給你 不一定是沙發 有時候是很高 即是一個名字 對 但你要接受到 你叫沙發衝浪 通常都是給你睡沙發 睡沙發 但我很多時候 可能他們有多一間房間給你 因為他們不同香港 不能用香港的地方環境 因為香港是土地供應問題 但別人的地方不是 香港借過廁所利用 你也要說謝謝 不要給你一個房間 對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有多一間房間 甚至是很多地方給你 你喜歡你就用了它 是否好像我們訂酒店的網 剛才聽你說 因為我無故不會去到那個城市 我才去找所謂 可以讓我做背包沖浪的地方 是否一早已經要上網找 我現在很遲才上網找 通常我半個月前才 因為半個月前對大家都好 他都未必這麼快回答你 我說我有沒有空去接待你 還有你說得對 就像酒店網站一樣 通常那些宿主 我們叫宿主 他們都會拍攝家裡的照片給你看 你會慢慢自己選 如果這個人 如果用港女的想法 有車有樓 這些我會選 為什麼你才會選 你現在是順便認識男生 你怎樣呢 我不一定找男生 我可能找女生 但如果有車 他會載你到處玩 但沒有其實不要緊 通常我們都會乘當地鐵路 所以都方便 方便 跟民宿有沒有分別呢 其實 他收不收錢 其實 不收錢 完全不收的沙發沖浪 對 如果你用ARB&B的角度去看 他只不過是一個不收錢的 不收錢的 版本 那些人為什麼又會這麼好 剛才說傳了很多網上 一些人出租自己的家 給一些旅客的方法 這個簡直不是出租 對 這群人為什麼又這麼願意不用錢 簡單一點就是請 一些不認識的人來我家玩 對 為什麼這群人又這麼願意這樣做 明明他可以賺錢 但他不敢做 你有什麼觀察 因為大家都很悶 大家的人生的 我也很悶 我也想請女生來我家住 你可以開放 你可以的 有人來香港玩的 特別是那些鬼妹應該適合你 但問題是他跟爸爸媽媽和妹妹住 對 因為跟家人住很難 還有一堆PC狗 這樣嗎 你不可以這樣 你會令到人中伏 你來的時候 我又沒有梳化給你 又沒有一間房間給你 不如你跟我一起睡吧 他們接受能力很高 他們會自己戴露營袋 因為你不可以說 一期望屋主一定會給你很多好的東西 對 因為人家願意接代你 就當是一個恩典 我是這樣看的 對 對 是否有那個責任 除了接代你來他家住之外 是否潛規則都說 我都是責任要帶他到處去玩 還是不是 有些可能說 我只是借一個地方給你 你自己去哪裡 你自己去 那也很好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說清楚 他們有些很忙的 說得明白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上班的時間是怎樣怎樣怎樣 就不能陪你出去玩 挺好的 全部都說得那麼清楚 但我想問 你說那些人他願意這樣做 因為他悶 那個悶的意思是 你有沒有了解過那些故事 是他怎樣悶的呢 我假設是日本人 大家近身一點會去的地方 你試過是不是 日本也試過 他們很忙碌 可能上班是每天連續十幾個小時 然後我問過其中一個日本人 他就是連續兩個星期放三天 他就是忙到這樣 而且他沒有人生 他就很想有人來他家可以跟他聊天 可能我們有時候會煮一些當地 我們應該說我們是香港的東西給他吃 他們就會很開心 真的有人來陪我玩 幸福 所以他們可能可以賺錢 有自己住的地方 不過他想有娛樂 或是認識一些朋友 對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自己的經濟能力 有那麼多 不然他們怎會自己有個地方呢 對 日本的房子都很貴 對 他們就是想有人來 等家裡不用那麼悶 否則很安靜 四面牆 你那次是東京還是哪裡 我東京沒試過 我是去福岡和高松 都試過 那你以前有沒有去過日本 有 我以前有 不是這個模式 不是這個模式 我大阪東京的時候 都是住酒店 或者民宿 那他們有沒有帶你去一些地方 是你從來不知道 原來日本人會去這些地方 或者做這些東西 當然有 我認識了一個日本的女設計師 她也挺厲害 她自己一個有車有樓 她也是三十多歲 都很年輕 成功人士 是成功人士 然後她就載了我去一個叫屋台 一台 即是街邊 街邊 對 我當時很害怕 她就說有兩個男人 約我們 想我們去 那兩個男人是甚麼 她的朋友 都不算是她的朋友 她說都是她的朋友 她說都是她的朋友 又是她的朋友 又是她的朋友 這麼多這些人 很大膽 我稍後會剪這段片 因為這段片是很… 我是進去的 全個環境 只有我一個香港人 每個人都很好奇你是誰 真的很大膽 她又約了兩個新式的男生 就在屋台等 在屋台等 就帶你去 但那時我剛剛下飛機 我就想 我連行李甚麼都還沒放在你家 你這麼快就帶我去 我連你都還沒認識 又要認識你 認識你的新的朋友 沒錯 但經驗非常之好 因為日本人通常不會跟別人共享食物 我一個餐的就是我自己一個吃光 不是 去到那裡是你吃一口 我吃完那口水 你都繼續給另一個人吃 大家是共享食物 你意思是屋台會這樣 還是那兩個男生會這樣 不是 整個屋台的文化都是這樣 其他餐廳 日本就未必會這樣分享 各有各自己吃 但屋台就可以完全分享 是的 但我和你不認識 像我現在這樣 我吃完碗麵 我吃了兩口 我給你吃 我容易過來給你吃 是可以的 是的 他們是可以的 都不認識 不認識 你不認識 很可愛 是啊 可能有點像你一班人派對的時候 大家圍在一起 入了屋台 就是我們是朋友圍 對 大家分享那些食物 平時就是意粉披薩 分享它 就是炒麵 或者日式的食物 你和日本女設計師朋友 又和另外兩個新式的男生 一起去屋台 有沒有一種雙體的感覺 因為二對二 而且日本也流行雙體 不是啊 因為設計師和我解釋得很清楚 他說香港 不是香港 日本很多男人都單身的 這樣跟我說 他還跟我說是鑽石王老五級 那他是不是真的在尋找 他不是啊 他已經有個西班牙的男朋友 他是全心介紹給你認識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是去到才知道 那你有沒有覺得日本男 那次應該是很 就是你平時去旅行 就很難說 有時候會認識到 日本男生一起出海 對 最多逛街見到 對 又會害羞 現在有個朋友帶著你認識 我想問你對日本男生的感覺 有沒有改變呢 其實就是 或者是怎樣的 我那一刻真的已經很尷尬 因為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我剛剛才認識你 然後你又介紹另外一堆人給我認識 但其實屋台裡面還有其他人 有男有女 什麼人都有 他們是自在說 因為他們平時上班就很累很辛苦 好像有一個有做建築的 他就會說回他們上班的事情 所以他們自在是 吹下水 吹下水 一吹完水其實大家都很落幕地走 明天又要上班 明天又要上班 明天睡醒又要上班 他們就是靠這種文化 這種食物大家共享 然後吹水 去令到他們 舒壓 那這次日本算不算是你遇過最好的當地人 還是你之前還有試過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實每次都很特別 但是福岡這次我另外還認識其他人 大概五六個人都是日本人一起玩 又是怎樣認識的 又是隻鱗隻的我們叫做 隻鱗隻 很喜歡這個名字 好地呀 隻鱗隻 可能我認識了一個日本女醫生之後 她也帶她的朋友出來 另外我認識了一個日本男生 她又帶她的朋友出來 我就說不如一起出來玩吧 我們就一起出來玩 但她們之間是不認識的 反而你一隻鱗隻 我幫她們出口 我幫她們出口 那時候去旅行我有空 他們沒有空想 那我就說一起出來玩 一起出來吃吃東西 這樣朋友圈子是可以擴展得極快的 所以有些人說喜歡一個人去旅行的話 如果你有旅行的話 就要照顧她 但如果自己一個去的時候 你就是開啟到所有 你探索外面的世界 那個地方所有的人 都會有機會成為你的朋友 那不同玩法 我也試過帶著我一個朋友 去做沙發客 因為她那個人比較 我問過她 你合不合這個模式 那她就OK 那時候我們去台中 就認識了兩個台灣的男生 就是我們兩個去吹玩 她每次都是同一個男生 真的這麼巧 剛才又說選女屋主 因為台灣反而女屋主不容易找 要看回地區性的 反而台灣男生是比較沒有所謂的 或者他們本身 因為通常都是男生做沙發客 因為安全一點 對 如果我們找回一個宿主 他又有沙發沖岸經驗的話 就容易找很多 大家明白那個玩法是怎樣的 那你家人有沒有 應該知道你這種旅遊模式 帶他們去 即是他們一開始 應該都是普遍父母會做的事 就是擔心 擔心 你一個女生去別人家居住 不是不是不是 那時候 我第一次去是因為跟團體 我們就兩至三個人 一批去找人給地方來住 我爸爸媽媽最初都害怕 但他們知道 有一個團體去看著我們 那就會比較安心 但自從我玩了這個模式 我已經回不了頭了 我已經回不了頭了 那我就跟他們說 這種是甚麼模式 以及帶他們去玩 讓他們知道是甚麼 怎樣帶爸爸媽媽 我叫沙發客 應該說去到當地之前 大概一個月 我會找人去接待我們 我跟他們說整個流程 那他們有甚麼疑問 即是第一次問 因為爸爸媽媽沒試過的東西 他們會好像變回小朋友 不停問 這是甚麼人 我是否安全的 我要跟他聊些甚麼 我不認識的 我不認識的 你說我都不知道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見他 我說我都不知道 我沒見過 我說我只是在網上看到他 網友 問你拿照片看嗎 沒有 反而有 因為他們相信我 他們知道我會選擇得比較小心 我大概告訴他們 環境是怎樣 我帶過他們沖繩和台中 沖繩之前 因為我拍了一段影片 都很清晰 我說說台中 我在台中的時候 我特意找一個 跟他們差不多年紀的 夫婦 不是的 應該只有一個男人 因為他們有一家人 剛好他們的子女跟我差不多大 他父母就是屋主 跟我父母差不多大 我特意這樣配對 讓他們會議 有辦法聊 然後聊聊 他們都開始不停說 臭子女經驗 不理我了 你成功了就沒有 那次是非常好的經驗 因為剛好那個屋主 就是 他們的老師 在大學工作 剛好我媽媽本身都喜歡讀書 因為大家有溝通讀書的東西 另外整條鎖匙給了你 就說這間屋你們自己搞定 他那間屋一千多呎 就是你三個人 就是你三個人 就是你三個人分享 我們就非常感謝他 而且他有帶我們去其他夜市吃東西 我們一定會請他吃東西 但我覺得好像也不夠 還有什麼可以幫他做呢 但他就會覺得不需要 他只知道再有人聊聊天 一起出去吃東西 而且剛好原來他老婆是香港人 他又對我們香港人是很親切的 很熱切的 那你爸媽玩了一兩次之後 你看到他有什麼 他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他有沒有變得很興奮 很常人 有 他就是說以後沒有一個女兒 我們不能去旅行 他說因為我那種玩法是好玩 不同的 平時他們就這樣跟團 是我很悶的 他們應該都很少自由行 爸爸媽媽都 他們都算厲害 他們會有時候 如果他們在世界各地 有其他朋友會住他們的朋友的家 但他們的朋友都是認識的 但我那種是不認識的 他們有沒有覺得很驚喜 有啊 所以一元都不用比較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旅行 一元都不用比較 我有錄下他們 我問他們 那時候在台灣坐船 差不多要回程回香港的時候 我都問他們的意見 他們就說很感謝台灣人 為什麼人與人之間 可以的信任去到這個點 他們說很難的 還要整條鑰匙給你 你自己搞定 但我們當然會幫他們抹好房子 我們盡量可以做的 一定會幫他們做到最好 請他們吃飯 台灣人好到還覺得 為什麼你要請我吃飯 我只是想來接待你 應該我請你 我說為什麼 你給了整間公司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感謝你 我們有給他一些手信 我買了一個香港的杯 就是在香港 然後有一個維港景 手信一號 剛才你說台灣日本 都是比較近的地方 你還去過什麼國家 我去過希臘 土耳其 保加利亞 塞爾維亞 馬來西亞 遠一點 泰國那些 如果你說要數遠一點 例如亞洲外的地方 剛才提到土耳其 我也想知道 那些地方用沙發客的角色 又是如何 很好 他們反而有很多人 開放家裡 給你 他們是多的 多呀多呀 在亞洲反而少 因為本來這個文化 是歐洲傳過來的 他們就覺得很普通 總之有人來 他覺得你的人不太差 他就會接待你 所以在歐洲找人 真的不難 那你回來香港 會不會覺得 這個地方很冷冰冰 因為你遇到外面 這個世界很熱情的人之後 你出去看那個世界 你回到自己本身住的地方 感覺會很不同 但是你也要這樣想 去旅行才會這麼熱情 會不會他們當地的地方 對自己 對自己人也是這樣 出走方赤岸 等上流馬蜂 迷失金字塔 跳進大喀谷 最寒冷極光 傾靜雄莫風 吃盡米之裂 真棒 還有我 替岸